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这行翼拳能打通大小周天吗 可以的 你像我打通小周天是在混元庄 站了连续五六天 站了两个小时以后 自己就试到这个小周天的一个循环 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沟通的一点是 不要去追求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不练拳 你就是你这个人身体很弱 他大小周天也在运行 只不过是通过你练功 你感觉到了他而已 然后加以引导 咱们很多人在练大小周天的时候 很容易去一手 我的这个气到这了 气到这了 气到这了 他很容易去一手 但是你想一想一手有用吗 因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没有练出来之前 你不知道小周天一圈多快 很多人说 我这个劲到维吕了 到佳吉了 到顶心了 到这个人中了 到怎么样了 到谭中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 但你连小周天一圈多快 你都不知道 你就练小周天 对吧 你一手 你慢吞吞的一手 你除了走火入魔 自己想着 哎呀我有气感了 我有气感了 但实际上那都是一些错觉 大小周天是客观存在的 你只有练出来之后 站桩 或者练所谓的气功 导引 你感觉到他了 他一圈是非常快的 你想着去一手 你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 所以通过这种一手的方法 去练出来大小周天 一般来说都是不太靠谱的 我跟他们练单道的一些朋友交流也是 人家说有一通周天 就是你想象 这是通过想象 气通周天 神通周天 气通周天就是自然的走开 神通周天就是它自然而然的循环了 并且加以引导 所以大家不要去追求这个 你追求小周天 你连它一圈多快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一手 所有的一手都是浪费时间 因为你不一手它 它也是在快速的循环 你一手它反而是它还慢了 所以很多练的不对的方法 那都对大小周天的一些训练是没有作用的 而且随着小周天 很多朋友不知道 你没练出来过 你肯定不知道 第一它一圈多快 第二呢 练出来之后 它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你很通畅了 你逐渐的就像积攒的水一样 你好不容易把这个小周天通开了 冲开了 循环往复 循环无端 它慢慢的 你就感觉不到它了 那个时候才去练大周天 通过站三体试 通过干什么的 所以 很多朋友整天就问大小周天 你好奇的是一个迷幻的东西 你压根不知道它的正确 正确东西是什么 很容易就陷入一个误区 我们去异想 异想的话就是盲人摸象 你摸着大象的腿 你感觉大象就是一个腿 你摸着大象的鼻子 你感觉大象就像个鼻子 实际上完全不是 你大小周天真正练出来之后 和咱们大家市面上所建造的 90%以上的文章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 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行义拳 太极拳 八卦掌 能通大小周天吗 能通 但是不要去考虑太多 自然而然就通了 你功夫不到的时候 你怎么想都是错的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个事情 谢谢